我们讲的上半部 这时候呢 我开头我就跟诸位说 我说是 孔子说 人家问他死是什么东西 他说不知生焉知死 事实上呢 他上半部讲的是 你不知死你焉知生啊 你必须知道死亡是什么 然后你才知道应该怎么活下去 这个后半部呢 从第二百二十六月起 我们今天是讲这后半部 这后半部呢 整个讲什么呢 是讲我们 你知道死是什么了 然后呢 你对于临终的人 你怎么照料他 当我们照料临终人的时候 我们不但知道怎么照料 他快死的人 我们同时也知道 我们活着的人怎么活下去 所以他叫生死书 就从死知道生 然后从生又知道死 所以现在我们 我们从二百二十六页 看起 第二百二十六页 我们不念了 这只是一段故事 我凡是没念的 或者没有你们诸位 能够自己平常时候就把它看一看 因为省得浪费时间 他是说这个人呢 他得了非常严重的病 当他得了严重的病呢 这个女孩呢 常常去看他 可是等到女孩走了以后呢 他就哭 痛哭流体的 后来问他 这个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呢 他说 我的女孩完全不了解我 我内心的想法 他说 我知道我自己快没快走了 但是我女孩呢 一定说 你努力继续的活下去 好好的活下去 他说这样的话 我们没法沟通 这一段所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生命呢 最重要的事情 大家看第二段 226页第二段 请看第二段 生命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与别人建立无忧无虑 而真心的沟通 其中又以与临终者的沟通 最为重要 Emily的例子正是如此 对 所以上头一段 这个Emily就是 这个要临终的人啊 我们对于临终的人 最要紧的 你不要跟他 明明知道 他已经是不可能了 快要走了 你只是了解 他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东西 唯有你了解 他心中所想什么东西 这种话呀 对谈呢 才能够恳切 才能够真正叫做沟通 所以临死的人呢 害怕得不得了 自己非常害怕 而且自己感觉自己非常孤独 就是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要想什么 你们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所以一个人很悲哀的事情 是感觉孤独 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了解我 世界上也没一个人同情我 因为不了解我 所以不同情我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孤独 非常寂寞 这是人最怕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说 无畏不失啊 在不失里有个无畏不失 这个无畏不失就说 你别怕 有我呢 我在你旁边 我在帮你的忙 你放心好了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一种沟通啊 他就感觉自己 不是太寂寞 不是太孤独 请看下一段 临终者常常会感到拘谨和不安 当您第一次探视他时 他不知道你的用意何在 因此探视临终者 请尽量保持自然轻松 泰然自若 临终者常常不说出 他们心里真正的意思 亲近他们的人 也常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或做些什么 也很难发现他想说什么 甚至隐藏些什么 有时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因此要紧的是用最简单而自然的方式 缓和任何紧张的气氛 一个人当要临终的时候 我侥幸活了这么长 所以我曾经送过很多朋友临终 可以说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 那时候还没看过这本书 那么头一次去的话呢 我自己甚至于非常害怕 头一次面对临终的人 我自己都很害怕 后来呢 我就想 我说他这么紧张 假设我更紧张 我有增加他的紧张 所以我去了话呢 尽量跟他谈谈 谈谈我们从前在一起的一些 小的故事 小的笑话 甚至于我们中间彼此曾经说过的话 然后最后我总是跟他说 我说假设你要真的走了 那么我也走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还可以这么聊天多好啊 他就送些下来了 他常常问我们还会再见吗 我说会的 我说我们这一辈子能够见就是缘分 这个缘分会永远永远继续的 你放心好了 不要忧虑 我就在这儿 所以最要紧最要紧 就是告诉临终的人 他不孤独 你跟他在一起 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了解他 那么他就感觉的松懈下来 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非常紧张啊 这个紧张可以让他走得非常的不安详 所以我们也许以后会照应很多很多临终的人 也许下一个就轮到我们 我们就是临终的人 所以这个不但是帮助临终者 也帮助我们自己 一旦建立起信赖和信心 气氛就会变得轻松 也就会让临终者把他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 温暖地鼓励他尽可能自由地表达 他对临终和死亡的想法 恐惧和情绪 这种坦诚不推说的披露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让临终者顺利转化心境 接受生命或好好的面对死亡 而你必须给他完全的自由 让他充分说出他想说的话 所以关于这一点 在最近五年中间 我送走我两个很好的朋友 这位先生先走 我去看他 他握着我的手 他说 我希望我死在家里 我想回家 你能够不能够 跟我的家里人说 把我接回去 我试着想说服 家里人不肯 过了两年 太太也走了 太太临走的时候 也跟我说 我想回家 我想死在家里头 你能不能跟我的孩子们说 让我回去 所以 我说我尽我的力量 试试 但是 很妙的就是 提前太太不答应 先生回去 后来儿女不答应 太太回去 因为 我们在我们自己 熟悉的一个地方走 我们觉得 这是我 住惯了这一方 在医院里头 有恐惧感 那么 好比说 我有朋友要走 他跟他的儿女 发脾气 儿女从美国赶回去了 他说 你们回来 回来你们就是要 为我的遗产回来的 我不会继承他任何东西 他跟我说 我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能不能把我这些东西都拔掉 很可怜的 我后来要求他的儿女 我说不要再延长了 好不好 就让他平平安安的走 安详 而且尊严的走 儿女们不肯 所以 昨天我们这有个朋友 他的哥哥 只是三个礼拜的时间 发现了第四期最末期的严证 只有三个礼拜时间 所以昨天我跟他谈 我说他的家里人 是不是 不要给他 这开一个洞 那开一个洞的 他说他太太不让开 儿女想开 因为我们呢 有一个想法 总觉得 一方面 是当然是最好的想法 就希望能够多延长一天 就是一天 另一个希望呢 另一个习惯呢 就觉得 我不这么做 别人会说我不笑 事实上 这种事情发生的 最好的办法 假设知道不能救了 让临终的人 跟他沟通 他是不是愿意 还实行这些东西 我一个朋友 在印尼大年三十 病危 结果呢 他的孩子们都在美国 所以 他们授权 长途电话授权 给我代表他的家属 去签约 签约呢 就是说 我可以代表家属 来决定 怎么 给他插管子 不插管子 我就跟他的孩子们 在电话里 说 我说他已经不可能了 我说我不能 签这个字 我希望他 安详的走 但是你们都没法送终 送终的只有我一个人 那么他们的孩子说 不成 一定要延长 等我们赶回来 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签字 告诉医生 我说他们的孩子 从美国都要赶回来 请尽量延长 我说假设不延长的话 他怎么样 他说再过两个钟头 他就走了 我不能翻这个城中 我只好签字 后来给他 扎管子的时候 我不敢看 我就在这个病房的外面 我只是跟他说 我说你念你的祈祷文 他是基督徒 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我说我也在外面给你祈祷 我就在外面念大悲咒 我就听到他里头 尖声的叫啊 那种惨叫啊 那只听着是 周身起鸡皮疙瘩 等到医生走了以后 我进去握着他的手 我说你睡觉啊 我今天都陪你 那天是阴历 打念初席 这是我经历的 可以说我这一生 几乎对我像个噩梦一样 所以我现在立遗嘱 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的儿女在不在 我告诉我 我这些朋友们 因为很可能 现在离我最近的是 我这些同修们 不是我的儿女们 我说在那时候 所以我也要告诉我的儿女 假设医生说不能救了 立刻 任何东西都不要动 让我安详 自然的死亡 请看227页 第一段最后一句 把这件事当作是最重要 或最可爱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 对于临终的人 我们自己 必须先放轻松 感觉很自在 同时呢 当你轻松自在了 你会影响病人的 当你紧张得不得了 你对着病人 紧张得不得了 你反而增加他的紧张 因为他自己 对于自己相当了解 一直到他最后 他还抱着一线希望 你一紧张 他知道没希望了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于临终的 就是说 了解他 陪着他 听他说 他假设没话说 我们就像一个非常 懂事的 会 会做女主人的 勾起话题来 你把话题勾起来 你知道你真正 会做主人呢 不是你跟木头人一样 我什么话都不说 让客人说 不成 有时候客人不知道怎么说 一个真会做主人的人 是把个话题勾出来 把这话题勾出来了 让客人多说 你变成一个会听话的人 有时候这个病人 民众的人 他有好多话想说 他不知从何说起 你把话题引出来 他会滔滔不绝的说 你就做一个听众 当你能够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会 觉得 他可以 感觉 有人 试着要了解他 所以 他在那儿 静静的听我的说话 这对他是个最大的安慰 我们能够听别人说话 而且对这个说话的人 给他非常大的关心 静静的 好比说 这个人对我们有什么诉说 我们看着他的眼睛 专心静意的听 他说 这对于对方 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非常大的安慰 而且 这样可以沟通 所以 这一点非常注意 不但对死人如此 对活人也应该如此 这样的话是 彼此沟通的最好的办法 请看下一段 我发现在生命的所有严重情况里 有两件事情最有用 利用常识和幽默感 幽默有惊人的力量 可以缓和气氛 帮助大家了解死亡的过程 是自然而共通的事实 打破过分严肃和紧张的气氛 因此尽量可能熟练和温柔地运用幽默 对 运用幽默 不是像三八一样的耍宝 不是的 这个就是说 谈一些 你们中间曾经 或者是他出丑的事情 或者你出丑的事情 两个人都知道的 然后把这事情提出来 你会这好比说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再去那地方看看 希望我们不要再做那个丢人的事情了 这样引出他的很高兴 回想那个事情 然后呢 把整个的这个气氛呢 弄得不严肃 让他的心情啊 变得非常柔和 非常放松 这个对于临终的人 关系最大最大 所以 把这两 这件事情能够这么做了 就是 把严肃的 而且是已经到零 最后分手的这个气氛 你知道 生离已经很难了 生离还会有再见的时候 死别是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在这个沙纳 是 不论是临终的人 还是活着的人 这种内心的痛苦 是不能够说的 所以我们 我们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幽默感 然后把这一个整个的空气 弄得非常的 谎和 非常的自在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请看下一段 我也从个人经验中发现 不要用太个人化的观点来看待事情 当你最料想不到的时候 临终者会把你当作愤怒和责备的对象 诚如精神医师 库布勒罗斯所说的 愤怒和责备可以来自四面八方 并随时随意投射到环境去 不要认为这些愤怒是真的对着你 只要想想 这些都是由于临终者的恐惧和悲伤 你就不会做出可能伤害你们关系的举动 当一个人临死的时候 脾气很坏 我面对许多临终的人 脾气都变得怀疾了 简直近乎无理取闹 有的人甚至于大医生 大护士 那么对于自己家里人更是无理 闹得非常厉害 遇见这样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认为 这个是他对你个人有什么 愤怒啊 或者对你不满 任何人他看着都生气 为什么 人心里外 我在这受苦 你们那么快乐 你们失眠过 假设说跟你临床的人 呼噜呼噜打大憨 而你睡不着 你怎么样 你头一个讨厌的就是这个打呼噜的人 就睡得很香的人 我睡不着 怎么你睡得那么好啊 你这人真是没 无心无肝 所以倒头就睡 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连睡觉 一个失眠的人 对于睡得很憨的人 都这么发脾气 你更不用说一个临终的人 对于还活着的人 他多么生气了 他不是针对你 而是就是在自己心里头 感觉没有人能够了解他的痛苦 他的恐惧 他的悲哀 下一段 有时候你难免会忍不住要向临终者传教 或把你自己的修行方式告诉他 但是请你绝对避免这样做 尤其当你怀疑这可能不是临终者所需要的时候 没有人希望被别人的信仰所拯救 记住你的工作不是要任何人改变信仰 而是要帮助眼前的人 接触他自己的力量 信心 信仰和精神 当然 如果那个人确实能对修行开放 也确实想知道你对修行的看法 那你就不要保留 所以 这个不断在临终的 我们现在 不管在座的 对于学佛 有多深的了解 或多么深的信仰 我们不要向人传教 除非那个人问到我们 佛法是什么 否则不要说 因为我希望学佛的人 不要像救世君一样的 吹锣打鼓的 那么你们都知道救世君 现在很少看到了 是吧 那个你们是罪人 上帝来救你 这给人非常大的反感 所以我们不要向人家轻易传佛教 你可以把佛教 佛字去掉 用最通常的话说出来 尤其对临终的人 我曾经两个临终的 一个是非常熟的朋友 一个是我头一次认识的人 这个很熟的朋友呢 他曾经跟我说 他也是一位大师 他说 你知道啊 我小时候几乎出家 我几乎做了和尚 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 就叫他小和尚 后来他说 不知道你得叫我老和尚 后来他娶妻生子 他太太都信了佛了 所以当他得严正 已经到了末期的时候 他太太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平常 他很听你的话 你可以不可以来 劝他听一听 这个观世音的 这个 这个录音带 我说好 我立刻带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哎老和尚 你要不要听听啊 听听录音带啊 他勉勉强强说好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听啊 我是这个录音带录出来的 几乎跟音乐一样 你好好听听啊 就给他放了 大概他是为敷衍我 勉勉强强 闭着眼睛 我看他好像很专心听 我就走了 后来他太太告诉我 他说你走了一会儿 他就关了上他 我好烦 他就这么走了 另外一个呢 这个人 叫于玉贤 你们都知道这个人 在台湾很有名 他管隆林局的 是不是 那么 他 从 台湾 打电话到这儿 他说 叶曼什么时候回去 我希望 他回去以后 能够到医院来看我一次 我有很多问题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当然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 我接到电话以后 我立刻就赶到医院 我就介绍我是谁 他就问我很多的佛法 很多关于佛学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这么讨论 他就提问题 我就说 我就看他的脸色呀 越变越慈祥 越变越安详 我问他 我是你疼不疼 他说我刚刚打完马飞 很疼很疼 他说不过现在 我觉得疼不算回事了 你明天还可以再来吗 我说什么时候方便吗 所以开头的话 我每天去 跟他谈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 他高兴得不得了 最后 他走了 走了时候 他说 我很高兴 我到最后 认识了叶曼 听到了叶曼 告诉我 我不能够解释了许多的佛法 走得非常安详 你看两个朋友 一个是认识 真是认识了三四十年的朋友 自己要做和尚的人 结果 连我送去的佛号 他都不肯听 这一个呢 我根本从来没见过面的 只是他一个电话 告诉这边的一个朋友 说想 我回去跟他见面 然后 我陪他至少十次以上 就到那去跟他讲 他有什么问题 我就答复什么问题 最后说 哎呀 佛法真好啊 太晚太晚了 我很 抱歉的一件事 我认识你太晚 没有听你说 早知这样 我观都不做了 我就来听你讲演了 我非常感动 所以这个就是 完全缘缘分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 他不要听 千万不要勉强 他要听 愿意听 我们尽我们的力量 跟他谈 懂得多少佛法都可以 有时候是在临终的时候 像于玉仙 是到要死的时候 开始对佛法发生兴趣 所以这时候要看机缘 不要勉强 尤其是到临终的时候 只能让他高兴 让他快乐 让他安详 不要勉强 说他不愿意听的事情 这样增加他的称恨心 所以我们注意啊 诸位学了佛法 都想给人法布师 记得看对象 看时机 千万千万不要 你觉得这是好东西 我一定要塞给你 非得让你知道不可 不要这么做 这样会有反效用 请看下一段 不要对自己期望太大 也不要期望你的帮助 会在临终者身上 产生神奇的效果 或拯救他 否则你必然会失望 人们是以自己的方式过活 怎么活就怎么死 对 这一点啊 所以还是继续那个 所以我们不只是 对临终者要如此 对于活着的人跟人 也都是如此 所以孔子说 是父母基建 不从 你就对于父母 这最亲近的人了 我们希望他 我们把好的 希望他 能够接受 或者是他做错了事情 我们要劝他 你劝个一次两次就够了 不从啊 没有办法 就是说 他 怎么活着 他就会怎么死 只是看他的缘分 看我们的技巧 假设他的缘分不够 我们的技巧又不够的话 不要惹出更多的不愉快来 请分开两百二十八页 表达无条件的爱 临终者最需要的是 别人对他表达无条件的爱 越多越好 说实在 其只是临终者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谁不愿意 别人对于我们 对于他是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关怀 当一个人有条件的爱我们 我们想他是为利 他是为了什么自私 或者是为了权谋 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接受 假设这个人对我就是说 无条件 你无论多坏 或者你无论多丑 不管你穷 你富 你有名无名 我就是喜欢你 这一种爱呀 给人家的帮助啊 大过你用金钱 用珠宝 用一切的东西 这是无价之宝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爱人的话 给人家这样的话 这个事不怕多耶 你别想着 哎呀我是不是给的太多了 会被他误会 我有条件 不要管 他到最后 他知道你是无条件的对他 他会感觉在这个世上 他不孤独 至少有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 对他这么爱的话 他就感觉到心里头 非常的满足了 请挑一段 我建议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帮助你打从内心对临终者产生爱 我和那些照顾临终者的学生们都发现这两个方法很管用 第一 看着你眼前的临终者 想象他跟你完全一样 有相同的需要 有相同的离苦得乐的基本欲望 有相同的寂寞 对于陌生世界有相同的恐惧 有相同的隐秘伤心处 有相同的受不出的无助感 你将发现 如果你确实做到这一点 你的心将对那个人开放 爱会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呈现 所以诸位啊 这都说对临终者 但是事实上 对于活着的人 活着对活着的人 有些人跟人说话呀 我跟你说话 我是看着天花板 或者看着远远处 这是非常坏的习惯 练着一个习惯 我跟这人说话 直接的看到他的眼睛 眼睛看着他眼睛 那么你这么样的话呢 他会感觉到 你在很重视这场谈话 你很重视这个人 同时呢 这样子的话 你即使不说话 就听他一个人说 他是感觉到 你了解他 你同情他 而且呢 你很需要他 一个人被需要 被同情 被了解 这是给那个人最大最大的安慰 所以千万不要默默的 冷漠的对人家 那么这样子的对人家的以后呢 你也可以告诉他 他将要去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地方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对死这么恐惧 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后会什么情形 死了以后会有怎么样呢 不知道 所以我曾经在班上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金生探的故事 我们知道在清朝初年 一般大学生啊 那时候大学生是已经都是中过举的人 哭祖庙 其实金生探并没有参加 但是呢 后来清朝的皇帝呢 一定要杀一个最有名的人来警告其他的 所以就把金生探 金生探呢 他自己住了啊 很多的东西 他六才子六本书啊 他都嫁诸解 甚至于像那个推背图 他都诸解了 所以这个人是个大才子 不过非常的狂 非常的傲 拿他去砍头 他是向来幽默潇洒自居的 所以他砍头的时候 他叫他的儿子 他说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那么在场的人都以为 他要有什么遗嘱啊 或者是有什么遗传的东西 告诉我儿子 他说我告诉你啊 豆腐干呢 加这个 那个姜豆腐 吃起来啊 跟火腿一样味道 在座的人 当时的连砍头的人都大笑 这叫什么遗嘱啊 然后呢 在古时候啊 是用那个驼皮 一种硅的皮 做成个 做成骨面 那么非常的结实 而且敲得非常响 当砍头的时候 不是清早砍头 我们现在犯人枪毙 也是天亮以前枪毙 那个时候呢 是太阳落下来 说砍头 所以 这个骨啊 敲过了三通 这这一通呢 就是通通通通通通 然后再敲通通通通通 再敲第三通 敲完了 人头就要落地 等到敲完三通骨了以后 他就做了一首诗 多幽默 也是他的悲哀 他说骨啊 三声已经敲完了 骨三声进 敲完了 西山日以霞 这个霞就是邪啊 西山的日头 在西边山的日头 已经邪了 黄泉无客舍 黄泉没有旅馆呢 今夜宿水家 今天晚上 我住在哪里啊 连这么一个潇洒 这么一个洒脱的人 他曾经说嘛 砍头 致痛也 一刀下去 就断了头 致快也 天下的痛快 无过于被砍头了 但是 他还要忧虑 黄泉 无客舍 今夜宿水家 今天晚上住在哪里 所以我们最大的恐惧 对死亡最大的恐惧 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死后 会是个什么情景 死后会怎么样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最最难过的 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 无助感 你假设 能够确确实实的 有跟他沟通 把他这无助感 假设我们会说法的话 甚至于 好比说像基督教 天主教就说 没有关系 那个圣彼得在天上等着你呢 或者是他信佛说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了 我们将来都会在那见面的 他看他信什么宗教 那么他要什么宗教都不信 就说天门已经开了 你可千万不告诉他 你会下地狱 就把他吓死了 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说 对于你要跟他表示相同的恐惧 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恐惧 告诉他 不止你一人害怕 你一人无助 同一样的 但是这个事情 很快就会过去的 请看下一段 第二种方法 我发现这种方法更有效 就是把你自己 直接放在临终者的立场上 然后跳一段 如果你做的这两种休息 你将会发现临终者所要的 正是你最想要的 真正的被爱和接受 记得啊 刚才我说 我们人最要紧的需要的 就是我被爱 我被接受 当我们人觉得 我是被爱的 我是被接受的 你完全是一种正面的 正面的那一种情绪 这一个正面的情绪 可以帮助你减少痛苦 减少寂寞 减少忧郁 所以我们给人家的爱 给人家的光怀 这些东西 真是等于给人家 吃一定心碗 所以当一个人爱的时候 他的脸上是有光彩的 当一个人失恋的时候 他的脸上是忧郁的 为什么 因为从心里头 他会觉得 这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所以说真正他最想要的 是被爱 被接受 我们能够给人 这个是最要紧的 无论对于活人 对于临终的人 能够尽量的帮忙 尽量的感觉 他是被爱的 他是被接受的 这是我们的慈悲 请看隔夜第一行 我也常常发现 病得很重的人 期待被别人触摸 期待被看成活人 而非病人 只要触摸他的手 注视他的眼睛 轻轻地替他按摩 或把他抱在怀里 或以相同的律动 轻轻地与他一起呼吸 就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 身体由他自己 表达爱心的语言 使用他不要怕 你可以带给临终者 安慰和舒适 这一点啊 关系非常重要 我们一般中国人啊 我们不大会 用身体 来表达自己的关怀 我们现在至多握握手 你跟人握手啊 你会感觉到 这个人跟你握手 他的情感是如何 有人碰碰你的手 赶紧就锁回去了 有些人紧紧握握 你手都痛了 他都不放掉 那么好比说 我们说我们拥抱了 或者是 就是说身体的接触 这个比千言万语都重要 中国人对于这方面 非常的吝啬 因为中国人不大会表现 中国人会觉得太肉麻了 这个太肉麻 其实朋友跟朋友之间 人跟人之间 亲子中间 甚至于兄弟朋友中间 能够有这么样的接触的话 可以代替千言万语 非常了紧 所以 但是这个东西不要变成形式化 你们都知道 这个阿拉伯人见面 男人跟男人这边亲 那边亲 要亲三次 这是礼貌 并不是真正的 所以 他说最要紧的 知道吧 就是说 你是不是真心 想要安慰他 真心的 见到他 感觉是非常的高兴 只有受者 跟接受的人 两个人知道 你是敷衍 你还是真的 这个东西 大家 你说 也可以说 心有灵犀 一点通 事实上 怎么呢 这两个人的 电接触的话 一种说不出来的 电会知道的 这并不牵涉到 男女之爱 不只牵涉到 男女之爱 牵涉到 人跟人的感情 这个你只有 心领神会 请看下一段 我们常常忘记 临终者正在 丧失 他的一切 他的房子 他的工作 他的亲情 他的身体 他的心 我们在生命里 可能经验到的 一切损失 当我们 死亡时 全都集合成 一个巨大的损失 因此 临终者 怎么可能不会 有时悲伤 有时痛苦 有时愤怒呢 库布尔罗斯医师 认为 接受死亡的过程 有五个阶段 否认 愤怒 讨价还价 失望 接受 所以 这个 尤其是得 cancer的人 他们 在这个时候 他头一个 他会感觉到 好比说 我们一发 医生宣布 我们得了cancer 就等于 我们判了 死刑 我们头一个 就会问 我还能活多久 亲属也很愿意问 可以有多久 一个一年 等于你一年以后死 有说三个月 有的时候是 已经末期了 那么这个 真正就等于 宣布死刑 当我们说 宣布死刑的时候 我这一死 我这一辈子 挣扎所要的东西 全都没有了 全都丧失了 都不是我的 我们死 我们死 真正死的话 所有的钱财 所有的名声 所有的一切的 情爱 全都没有了 都丧失了 你想想 当一个人说 把所有东西都在 死的时候 全都丢了的话 心疼 觉得这个损失太大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会愤怒 生气 所以每一个 得不治之症的人 头一个他就是 好比说有些 折肝射人 头一个就 就问 为什么是我 我就很不客气的 也很残忍的 我就说 为什么不是你 然后他说 为什么 我也没悼念 为什么得这个 我说是啊 你是很好 你这一辈子做人 很好 你知道你上一辈子 做了什么吧 我说你这一辈子 做人做的很好 但是你的心情 你自己想过没有 我说你 把一切的怨恨 一切的愤怒 你都压在心里头 也不跟人家沟通 只是闹情绪 然后自己弄得 自己很孤独 我说这个 我不是医生 我也 就是医生 也不知道 为什么得cancer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得cancer的可能 而且很可能 我们在座的 有多少人 已经得了初期的 二期的 三期的cancer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说 因为cancer也是细胞 好细胞扳成的 而这好细胞 变成这个东西 是我们自己 给自己淤记在那 让这个东西变成坏的 他说那我 你让我发脾气 我说不是发脾气 他说你让我压下去 我说你就是压下去的毛病 那怎么办 我化掉他 我说你想想 你现在得了cancer 医生说你活多久 只有三个月了 我说好好过这三个月 把这三个月好好过 我说你也许 真的化掉 你三个月以后走了 你这些愤怒 你这些怨恨 还存在吗 你会带他 带着走 带进你的棺材吗 你不会了 可是只有一个转机了 就是说把你这些机遇的 心里的这些 发不出来的东西 就当你现在就死了 现在就死了 这些还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了 是不是 我说当然是你了 为什么不是你呢 因为头一个他就问 所有得这种病的人 头一个就是为什么是我 所以我永远答复他 为什么不是你 不是他犯了什么重罪而被处罚 而是他平常狙击的东西压在心里头 自己解不开 解不开了以后呢 他或者是不可能向他接近的人 来说他的这种不舒服 他就来惩罚自己 搁在自己心里 自己升温器 自己瘀结 结果怎么样呢 变成是好细胞变成坏细胞 所以现在也有一生承认 cancer之所以形成 除了饮食之外 最主要的一个东西 情绪 所以我们对于情绪这个东西 要非常的注意 我们不是发脾气 我们就想想 我很可能已经得了cancer了 我很可能已经是初期二期了 我怎么治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 cancer的细胞也是个动物 细胞嘛 也是动物 你要好好对待它 你老喂它 喂它什么东西呢 喂它你的愤怒 你的郁闷 你的孤独 你的气氛 这是给它最大的营养 所以你不给它营养 你给它要什么呢 快乐开放 你自己永远是高高兴兴的 它没了营养了 它活不下去了 它自个就消失了 所以这五个阶段 都是它假设它不能够自己解决的话 最后它就跟讨价还价了 讨价还价以后怎么样了 于是就说能够吃药了 或者是kymo了 或者什么了 我们现在大家看那个 我除了这本书以外 我跟大家又介绍脑泪革命 这个日本人的这个书 现在这个我头一期呢 在文献书院我已经跟诸位谈过了 现在第二本呢 我预备在这个结束以后 礼拜三的时候 诸位希望在这个时候把第二本看完 完全是为事 但他不知道是为事 所以一切为心造 这本书写的就是一切为心造 非常好 所以大家把这看看 看看了以后呢 我们就遇见了这些之路 这是非常的漫长 非常的记守 因为你预计成cancer 预计到这个炎症啊 这个是多几年累月的病啊 这个病不是一下就会治好的 所以我只是劝大家 就说不要喂他 再滋补他 滋补他就是你的悲哀 你的气闷 你的愤恨不平 这个呀 还加上自己的灿 罪恶感 这些东西 你会养他养的肥肥的 唯一使他消灭的 不是药物能消灭的 因为他不是药物养成的 所以也不能用药物消灭 唯一的就是开放 乐观 把世间看得都是很美好的 看得每一个人都是对自己很好的 你这样的话 心就放开了 可以治cancer 诸位试试 比药物 比这个什么kemo都好 这一些药物都有副作用 只能够是制造你 暂时疏解你的现象 而没有制造你根本的病 所以制根本的病 自己 把病重成的 所以自己来受苦 也唯有自己来解 所以这个脑类革命的第二本 主要就是告诉 解灵 还需 细灵人 他也非常反对 心脏病 吃高血压 吃药 都有副作用 cancer 他反对极了 用kemo 他说 没有效力 支持病人受苦 他所用的方法 差不多跟我们所想象的一样 他不懂得一点佛学 但是没有像你们大家懂得这么多 所以一个诗 心病还需心药医 就是这句话 这都是心病 病都是由心生的 就是由这个心生的 心病还要心药来医 请往下跳两行 我们的文化环境 不太教育人们了解自己的思想 情绪和经验 许多面临死亡 及其最后挑战的人 发现他们被自己的无知欺骗了 感到挫折和愤怒 尤其当没有人想了解他们忠心的需要时 这也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痛苦 最感觉最悲哀的事情 就是常常会感觉没有人了解我 我们总是有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说相识满天下 知心有几人呢 那么我们总觉得自己被人误会 自己被人误解 认为自己非常的孤独 自己一个人在默默的受苦 所以自己非常怜悯自己 我们叫做自怜 这个自怜呢 也给我们中定 给我们可以中很多的病 请看这一页最后第二行 脉象死亡将带出许多被压抑的情绪 忧伤 麻木 罪恶感 甚至嫉妒那些身体仍然健康的人 我们 当我们真正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走 走完这人生的道路了 我们感觉到自己有多少的情绪被压抑着 这种被压抑的情绪呢 使我们非常的忧伤 我们自责 或者这忧伤太过分了后呢 我们变得麻木 算了 不管了 根本 根本 由他去吧 于是 就 妒忌 别人 没有这种情形 我们会常常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 你怎么知道我的痛苦 当我们这么说的话 事实上 我们妒忌 这个没有忧伤 完全 没有悲哀感觉的 而且他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妒忌一切快乐的人 而自己安安的自怜 还是这个 当一个人自己怜悯自己的时候 他的忧郁就更加深 他的愤怒也会加深 因为他认为天下 只有他一个人在孤独的活着 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情他 爱他 了解他 帮助他 现在翻篇 第二百三十页 二百三十页第二段 不要 不要搬弄学问 不要老是想寻找 寻找高深的话说 不必做或说什么就可以改善情况 只要陪着临终者就够了 如果你感觉相当焦虑和恐惧 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对临终者老实地承认 寻求他的帮助 这种坦白会把你和临终者拉得更近 有助于打开一个比较自由的沟通 有时候临终者远比我们清楚的 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引出他们的智慧 让他们说出他们所知道的 西里斯商德斯要求我们要提醒自己 当我们和临终者在一起时 我们并不是唯一的给予者 你知道啊 这个人呢 我们 有个本心 就是我们想要帮助人 这个临终者呀 已经觉得自己 毫无用处了 觉得 他是非常需要人家帮助 所以 你千万不要去做老师啊 人之患在化为人师 人的一个最大的忧患 就是最好做老师 我跟你说啊 你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这是老师的口头语 千万不要说教 不但是对于死人 要临终的人 对于活人也是 不要说教 所以孔子说 一个人真正好的老师 不敲不响 跟忠一样的 这个忠你敲 他才响 如响思应 人家不敲你 千万不要说 尤其对临终的人 你只有使他起 称恨 这对他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 你真正 怎么办呢 你跟他说 向他请教 好比说 我们很亲热的人 你可以跟他说 我真是不知道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对你的病 你怎么个想法 我很忧虑 我也不知怎么办 你告诉告诉我 你现在怎么个想法 我真想请教你 让他说 他在最痛苦 最难过的时候 他是想找一个人说 而你变成一个受教者 对于他是很大的帮助 他会侃侃而谈 他把好多话 淤积的话都说出来 然后他慢慢慢慢 你引着他 引他说话 让他说出来 当他把话都说出来了以后 他自己心开了 这对他是最大最大的帮助 请看最后一段 在比较深的精神层次里 不论临终者是否晓得 记得他们也有佛性 和完全觉悟的潜能 这种想法对我的帮助很大 当临终者更接近死亡时 从许多方面来说 开悟的可能性更大 有些人活着的时候 只知道追逐名啊 利啊 权啊 情 觉得自己不会老 自己更不会死 真正到了临终的时候 才知道 我一辈子挣扎所要的东西 原来我半样都拿不走 到这时候 常常 他可以 这个不叫开悟啊 这个 开悟不是这个事 他用这开悟 用的不好 常常在这时候 他想透了 看开了 想透了 看开了都没 不容易 常常你想透 想透了 你做不到 你看开了 你自己 没有办法 把这个看开的事情 搁在现实的事情里头来 你即使开开了 你做 没法做 但这时候你到了床上 已经到了临终的床上 你知道自己毫无 你这才知道 这一切非放下不可 当你这一个 我放下 知道这一个 我一辈子追求的东西 这些东西 我觉得没有一样 能够离得开我 也没有一样 我能离得开 然后 你就把这一切都放下 知道没有什么了不起 更重要的事情 更必须解决的事情 没有啊 所以不叫开悟 而是 看开了 这一个看开的话呢 假设这个人能够在这时候 完全把它看开的话 这对他是死前的一个最大的解脱 当一个人能够把这四样事情能够解脱的话 他可以至少得到很自由的自在 因为舒服我们的就这四样东西 明 立 全 清 把我们捆得牢牢的 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在 还健康 就这 被这四样东西拴着 明将 立所 全 老 清 官 这个江锁 明根立的江锁 把我们拴得牢牢的 他用无形的鞭子 鞭着我们走 上了台了的 拿到拳的 就跟坐牢一样 没有人愿意下来 愿意终身监禁 我就在这权威上 你看上了台的人谁想下台 没有人想下台 情这一关更难过 我常说 没有进关的人拼命的要进关 进了关的人又拼命的要出来 就在这情关里的出出进进 你说进了一次 他知道了吧 没有 第二次 找又进去 又出来 出来又进去 所以这四样事情 是逼着我们 一辈子 舒服我们一辈子 当这时候 你把这一切 高的地位 多么 甜蜜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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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